Quick Practice 2.6 Find the Sum of all the Terms of each of the following Geometric Sequence 今次提及了 Geometric Sequence 首先要有公式在手 看看有甚麼資料給了你 Part A 第一個 Term 給了你 A 給了你 1 R 我都可以計算 -5 除 1 然後加到第7個 Term 即是N 也有 有所有資料 用這條公式便可以計算 你可以停止這個影片 試試自己做 Part B 題目沒有給你加到第2個 Term 即是沒有給你一個N 但給了你一個A R 也可以找到 N 是沒有給你的 如果N 是沒有給你的 但它有給TN 是3072 即是代表我首先要用這條公式 先計算TN 然後才用 SN SN 又是一樣 你可以停止這個影片 一會兒 試試自己計算 N 一定是整數 所以我就把1024 轉為4 to the power 5 用C 按到N 也要6 知道N 是6 應該很容易可以計算 心 用這條公式 A 是3 R 是4 按 спас 按ças 按到Theoreon 按照 resposta 就會找到4095 這樣 完成了 Q7. The sum of the first 4 terms of a geometric sequence is 120. It is given that the common ratio of the sequence is 1 over 2. 看看他給了什麼資料給我 他給了就是sum of the first 4 terms 給了我是120 他亦給了我一個 common ratio 就是1 over 2 題目部分A叫你find A 很明顯是用這條公式 你可以試一下 題目由第5個 term 加到第10個 term 如果要你由第5個 term 加到第10個 term 即是叫你找第10個 term 加起來 然後減掉前面4個 term 題目前面4個 term 已經給了你 題目是120 這個應該是極簡單的 因為A 你有 R 你有 N 代10 公式也有 就這樣塞進去 要留意我present的方法 你看到我這些是寫在草稿上的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sequence的名字 也沒有sum的名字 如果我要寫s10-s4在我的卷子上 我就要let sn be the sum of the 這樣就很煩 如果你不想let那麼多東西的話 其實這些東西你就儘量在草稿上寫 你不要在草稿上寫 如果你在這裡寫的話 就要let sn be 什麼 你要定義這個功能是什麼 我計到答案就是等於63 over 8 接著就到部分b 部分b的題目就是 sum of the first m terms 是1-7 the question asks you to find out m 題目就給了你 sm就是127 接著叫你找m A 你有的 R 你有的 應該也是一樣非常容易 你可以自己試一試做 同樣地這條也可以用c 因為first m terms 已經告訴你m是indiger 幾多個term 即是m是indiger 所以我可以用c 2的幾多次方是m 我就不用踢下 算到答案m是7 就完成了 question 8 it is given that the sum of the first k terms of a geometric sequence is 4,12,36,10,8 is greater than 4,000 the question asks you to find out the minimum ok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他告訴你 sum of k terms 就是大過4,000 然後我們看看有什麼 information 第1個term給了我的 是4 r也給了我的 或者我可以自己計算的 12除4 有這兩個information 然後題目就叫我求K 是多少 用哪條公式呢 很明顯 sum 所以就是用這條公式 一起做 A就是4 r就是12除4 k n就代K 細括弧要變中括弧 這個數字就大過4,000 你設定了equations 接著就按counter 4,000乘以1-12除4 我按counter就出-8,000 要留意一個地方就是 這一塊是negative的 ok 即是當我扔這塊東西過去的時候 這個size就要變 然後就除4 把4扔過去 然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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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褲也可以扔過去 如果我再把這個褲 扔過去的話 即是我的size又要變 又變成大過 即是沒有動過 ok 即是說 我的右手邊 就會是大過2001 左手邊是3 to the power K 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 這裡到這裡是很困難的 如果會的話 你中間可以多加幾個步驟 ok 我呢 因為已經計算了太多數 所以我就這樣 就可以跳下來 然後兩邊一起ticklock ticklock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拿K下來 今次就一定要ticklock 為什麼呢 因為這條是in equality K很大機會會計算到 不是整數 所以你怎樣都要ticklock 才可以計算到 按Kelta 由lock2001 除以lock3 計算到答案 K要大過6.919094582 當然你不用像我這樣寫這麼多個位 其實在後面點點點就可以了 記住不要run off OK 講過很多次 in equality的題目 不要run off 即是說 minimum K就是要7 OK 因為K一定要整數 K一定要大過6.9 K唯有是7 最後提一提 你們平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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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覺得最後的結論 很難解決 其實你可以畫一些 Number Line 6.9在6和7之間 它要大過 即是它要這一邊 所以答案就是7 如果有時特別是負數 可能你在計算的過程裡 你不知道 究竟我是答6還是7 其實Number Line 是可以幫到你的 OK 那第八條就來到這裡 Quick practice 2.9 So given that the common ratio is-3 which means that R is-3 and then the Mth term is -9 72 OK and then the question asks you if the sum of the first M terms that mean sm would be equals to -728 the question asks you to find M so as you can see that a is missing so which means that you have two unknown 有兩個未知 A和M 但是你有兩個information 一個是term 關於t 一個是s 關於sum 有兩個information 有兩個anone 應該可以解決 我們試一試做 首先是let a be the first term 接著就設定那兩條equation t 那條equation 就是a 不知 r -3 to the power n n 是代M -1 就會等於是-972 然後把這塊糊塗 所以上面那條顏色 我無法學習 可以做到任何東西 下面那條顏色 還可以再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負728 乘4 是2912 由於兩個anone 他們的關係是成 所以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我用除 A和A 藥走了 1-3 to the power m 除2-3 to the power m -1 1912 除972 有沒有藥減 是有的 我用Kelta按一按 就發現有得藥減 有得藥減 就先藥減 如果要解決這條顏色 就要用乘刷 動抽取 把2-4-3 乘到左手邊 把-3 to the power m-1 乘到右手邊 然後 成功完成後 到拆 但沒有括弧 所以拆不了 這些括弧 不是普通X-band 拆開的括弧 拆不開 我們唯有動 動 動就是把所有 有m的 定義 動在一起 這兩個定義 是有m的 所以可以動在一起 動 這個步驟就是 動 沒有m的 2-4-3 繼續放在左手邊 動完之後 就到抽 抽就是factorize 抽出 -3 to the power m 出來 抽 -3 to the power m 出來 這個 如果我抽 m次方出來 7-2-8 會繼續 在這裏 然後-3 我抽了m次方 剩下-1 factorize 第一件 然後 後面的東西 都要抽出來 我就fac 它 後面那一塊 是2-fac 這個東西 抽走了 剩下 2-4-3 左手邊 不動它 完成了 就是抽 乘刷 動抽 下一個步驟 就是除 除 就是把這塊 這塊 除過去 按Celta 要小心 我建議你先按這塊 然後再把2-4-3 除answer 沒有那麼容易按錯 我就按 -3 先按 -3 to the power -1 就是我先按這塊 糟糕 然後再按 乘 7-2-8 接著 再按 加2-4-3 我逐個逐個按 沒有那麼容易錯 最後 把2-4-3 除answer 我就按到答案很漂亮 答案一定會很漂亮 因為 m 是 indiger 是 positive indiger 所以m一定是很漂亮的數字 -3 多少次方會是7-29 m是一個 positive indiger 所以我可以用Celta c的答案 3的5次方是243 3的6次方是7-29 我就試到了 所以 m就是6 這樣就完成了